现在怎么办 雨下太大了 我们只能在这里 先等一等 等雨停了再走 只能这样了 是不是没有信号 没有 联系不到就像他们 怎么办 先生点火 把衣服烤干吧 嗯 你怎么了 没事 估计是 雨水把伤口淋了 有点疼 干吗 你这样伤口容易感染 让我看一下 不用了 等到归队了 许一声帮我看就行 这雨水这么脏 这伤口很容易感染的 你 你 该不会是在害羞吧 我有什么我害羞的 不就是 医生帮病人看伤口吗 我也是学医的好不好 那不就得了吗 手拿开 苏维安 我就只能看到那么一点点的纱布 你这样让我怎么帮你 检查伤口呢 哎呀我都说了 我的伤口自己心里清楚了 真的没事 我问你 苏维安 我在你心目当中 是医生 还是男人 当然是 当然是医生啊 是医生就把手拿开 你既然当我是医生 在医生眼里 患者的身体 就是一堆人体器官的总和 没有男女之变 是男人 是男 你在我眼里是 你自己 你自己看 都被雨水浸湿了 你还说没事 你先扶着 我帮你换服料 你忍一下啊 你忍一下啊 好了 疼吗 好了 谢谢啊 给你换个药就像打仗一样 很快 我能真的走到后面吗 现在有危险 我们不能听到 我们不能听到 它晃得 而且是日暮的 是危险的 怎么办 七日不能再等了 下雨天很危险 要马上走 那怎么行 小老板还没回我消息呢 危安也是 是不是因为小李没信号啊 应该是吧 那怎么办 再等等吧 没关系 万一 小苏跟小布 他们回来找高车怎么办呢 他们该着急了 夜很危险 这事您都知道了 就那个拿枪指着我脑袋的 库亚特将军 知道我要回国来给您过声 特意追我追到机场 就是为了把这个 礼物送给您 二战时期的得志怀表 哦 我已经检查过了 准得很 跟您一样 老当益壮 好东西 运征 还是一种爷爷 你怎么办 库亚特将军特意让总统 给我颁发了这个 独立勋章 就是为了感谢我救了他的命 爸 公司还有点急事 什么急事非你不可呀 为了你去 你安排手底的事不就行了吗 云丞 今天是爷爷生日 在即的事都可以缓缓 要不 等吃完爷爷的生日蛋糕 你再走 好吗 没事 年轻人忙的话 就让他们先走吧 有云征在这就行了 走吧 华人医院国际部 不在同一栋楼 应该遇不到顾云震吧 不在同一栋楼 你不在同一栋楼 要是能远远地看上一眼也好 你好 我想挂一个精神心理课 李婉彤医生的 好的 请稍等啊 不好意思 女士 帮您探论一下 李医生的号今天约满了 帮您约到周五上午可以吗 好的 谢谢 好 好了 帮您预约好了 下一个 您好 顾医生 李医生 这里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希望你自重 你自己做的 我懂了 顾医生 那以后我在院内好上班 院外我再好好追你 是我说得不够清楚吗 李医生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但是比起汉畅淋漓的人生 我更想要的 是平平淡淡地唱酒生服 你啊 不用把自己逼得太紧 放松一点 做自己 但是我没有时间了 为什么 我 我要赚钱养家 我爸去世了 我妈退休了 家里赚钱的人只有我 我妈养老金 还有家里贷款 都给我考虑 小小的人儿 哪能有这么多的烦恼呢 我真想有一个运动 夏季你再皱着眉头 我就给你晕开了 我可不想看我师妹 小小的年纪 就像个小老太太一样 那我得先谢谢师兄啊 这样的话 我还省了一笔面膜钱呢 医药代表很挣钱 你要不要考虑到公司 算了 国内那么卷 我可卷不动 你要记得 师兄一直在你背后 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谢谢师兄 你啊一直都有你自己的节拍 就像刚才演奏一样 我也只能是 尽量地跟上你的节奏点